CBA新赛级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将在11月14号结束 第二阶段比赛要到12月25日才会开打 中间间隔了40天的时间 这是为何呢? 没错,这段时间是留给2023年世界杯预选赛的 首轮世界杯预选赛将在11月27日11点正式开打 而面对的正是我们的老对手,日本队 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中国男篮能否拿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门票呢? 觉得肯定没问题的扣个1 觉得不能的扣个2 这期视频将会告诉你拿到奥运会门票的具体流程 咱们中国男篮之前一直都是依靠获得亚锦赛 也就是亚洲杯冠军直接拿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 但是CBA为了提高奥运会的整体水平而进行了改革 采用了全新的选拔机制 以世界杯和落选赛两大途径决定奥运会的参赛席位 所以说目前的亚洲杯其实已经没有过大的吸引力了 我们只需要保证一个稳定的名次即可 世界杯比赛是至关重要的 2023年南篮世界杯是由印度尼西亚 日本和菲律宾三国联合举败 届时将会有80支球队 追逐32个世界杯的比赛名额 首先东道主日本和菲律宾已经自动获得决赛资格 我们来看看晋级规则 第一阶段比赛 每个小组的前三名晋级第二阶段 在这次世纪赛分组抽签中 中国南篮和日本 澳大利亚 中国台北一起分在了B组 大家看到这个分组名单 好像我们被分在了死亡之组啊 是不是 其实完全没必要担心 第二阶段会重新分组 12支球队分成两组 每组6支球队 这是分两种情况 第一个如果印尼拿到亚洲杯前八 那么第二阶段两个小组 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第三名 最终晋级世界杯 如果印尼没有拿到亚洲杯前八 那么就是两个小组的前三名 晋级世界杯 所以这么看来 第一阶段拿到前三 完全不会有问题 日本是东道主自动晋级 中国台北嘛 呃 所以澳大利亚是这个小组中 最强的队伍 他们是东京奥运会的同牌得主 李约奥运会第四 2019年世界杯第四 他们有多位NBA登打球员 就算是他们只派NBA二联赛中的 球员参赛 他们也拿到了亚洲杯冠军 中国南篮想要在大赛上 赢下这么强的对手 所以说重头戏在第二阶段 到了第二阶段 咱们最主要的对手 有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韩国 和上届一样 参加南篮亚洲杯的16支球队 被分成八个种子池 每个种子池有两个种子球队 依据排名 中国队和韩国队 被分在了三号种子池 这意味着整个浴雪赛阶段 中国都不会碰到韩国队 那么中国队只剩下两个强大的对手 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咱们应该没那么被 会同时和这两个分在同一组吧 好了 假设咱们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正赛 那么怎么才能获得奥运会的入场券呢 奥运会的亚洲名额 是根据南篮世界杯的成绩来分配的 世界杯中排名最高的亚洲球队 将直通奥运会 除东道主外 南篮世界杯中会产生7个名额直通奥运会 这7个名额是从排名最高的 亚洲、非洲、大洋洲球队 及排名前两位的欧洲、美洲球队中产生 除此之外 排名最高的24支球队将参加落选赛 举个例子 2019年世界杯中 日本作为东道主直接晋级 各大洲排名最高的球队如下 中国南篮由于西拜波兰 无缘八强 后又输给委内瑞拉 正是因为这些 反而让伊朗成为亚洲成绩最好的一支队伍 喜提奥运会门票 其他落选球队还要打落选赛 总的来说呢 三个大赛环环相扣 亚洲杯的比赛 明次决定世界杯的门票 世界杯的比赛 又将决定奥运会的入场券 中国南篮想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 最大的难关就是在世界杯中 排名亚洲球队最高 否则的话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键三连关注灌篮频道 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的篮球故事 咱们下期再见